敞开和扣上都还挺好看的 放上去效果还不错吧 干杯 放上去 咚咚咚 朋友们 看我拉了一片叶子 当当当当 你们觉得怎么样 姐妹们为我打个分吧 喝了好几口才发现没按录制 今天的早餐 贝果配咖啡 这个是乳酪贝果里面有馅的 我今天喝的这款豆子 就是Manner的奶油山核桃 它是我很喜欢的那种 非常适合用来做奶咖的豆子 算是我第一次在家磨豆子 能够真的喝到它描述的那个风味 真的有一股很醇厚的那种 山核桃坚果的味道 这个我真的蛮推荐的 嗨 朋友们早 我今天早就要准备吃一个我期待已久的 这个小的马苏里拉干烙 打点盐和喝胡椒 像小奶包子一样 我认为你的 这个是什么 我认为你的 我认为你再会再说 就会在家磋的 那么多 但是我认为你做了 自己做了 这些粘土呢已经烤干了 现在就可以给它们上色了 这个是假咖啡豆 这个我沾了一颗真的咖啡豆上去 烤过之后还挺香的 你别说 我现在有点纠结 这个爱心应该上什么颜色 因为其他的它们都有自己的固有色 这个我就有点纠结 现在这几个颜料都干了 需要上一层这种光亮油 直接涂就好了 嗨朋友们我刚下去买了一趟菜 今天Kage来我家做客 我准备给他做波波机 然后还取了一个快递 我来拆一下 这是我新买了一个拉花缸 因为我之前的那个拉花缸 它是圆嘴的 我就买了一个尖嘴的来练习别的图案 这个泡沫汁怎么这么多灰啊 好脏好脏好脏 啊 当当就是这样一个斜口的尖嘴拉花杯 外观还是挺好看的 就是蛮迷你的 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些小瑕疵 待会Kage来了 我就用新的拉花缸给它拉一朵花 这个牌子的波波机第一次买 这个是汤料包 辣椒油和芝麻包 今天做波波机准备的蔬菜 还有鸩唇蛋盒 鸭肠菌肝等等 这种可爱的雷鸩啊 这个我为什么不细绝 完了 奶泡真的打得有点小货 奶泡有点小在家里 奶泡有点小在家里 来Kage给你哦 您浅尝一下 很可爱谢谢你 这是郁金香是吧 是的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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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朋友晚上好 现在我已经到家了 今天准备在家里给子女做一个家庭美甲 来吧 现在手上是啥也没有的状态 刚刚楼上的小姐妹给我投喂了一个 和马瑞士卷 小爱同学 我要听逆战 Come on 现在已经完成了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做的一个彩虹猫眼 然后另外两个指头有做一个贴纸 主打的就是一个裸色 大家觉得怎么样 嗨朋友们晚上好 我刚到家刚刚拆开一个衣服的包裹 上身是这个样子的我超级喜欢 没想到它的质量真的很好 就是一个西装面料的 敞开和扣上都还挺好看的 比较喜欢它浅蓝色衬衣 夹两件壮色的这个设计 摆着裙也做的挺好看的 整体衣服的细节还可以 有一些小线头还能接受 这一套是300多 好看的好看的 等天气暖和了就穿起来 哈喽朋友们下午好 今天下午呢我就准备把我前几天定制的这个柜子 放在我的那个咖啡脚上面 这个呢我买回来它是需要自己组装的 装好之后我发现它有一些意味 所以我就把它搬到阳台上去放了两天味道 先把上面的东西移开 哎呦包包缠过转白了 走模样 放上去效果还不错吧 这个柜子是自己定做的 需要自己去测量提供尺寸 给到这个做柜子商家 我的这个的长宽呢是长100 宽30 高度是20 之前做好的这个吸铁石好像还没给大家细看 因为上次做的有一点点小失败 就上完色 经过烤制和上油之后 它颜色变深了 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 这个东西做出来特别的 不好看 对了给大家晒一下我最新做的美甲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一个白色的款式 我在搜那个图的时候就特意找了一个短甲水钻款的 这次是第一次贴这么多颗钻 哎没想到居然还没有掉 我的美甲技术又精进了 嗨朋友们我在剪视频 发现这一期Vlog居然没有结尾 那我就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吧 然后再前前预告一下 下一期的Vlog就是我们的彩云之南 云南大理Vlog 下期见